買樓是人生大事之一 不少人都會徵挑細選 近日一名女士大慎自己首次置業 做足功課但仍被經紀 牽著被指走 最終已高於市價100萬台幣 約港幣25.5萬 購入單位 因此心有不甘 近日台灣一名女網友在Cart討論區議 井浩普怨首購的極差初體驗 為題發文 大慎自己第一次買樓 做足功課仍買貴100萬台幣 約港幣25.5萬 對此十分不甘 樓主指 為免和奶奶產生嚴隙 她計劃盡快買樓 帶著小孩搬出去住 由於是首次 她沒有實戰經驗 也沒有當地人能夠請教 於是她花了半年時間 在網絡上查閱買樓相關的資訊 親戚得適樓主想置業後 向其推薦了一名房屋經紀 並帶樓主去看心儀的單位 後來 經紀表示要和業主談價前 但樓主不了解行程 雖然有提出與成交紀錄價差的問題 但最後 還是選擇相信經紀並簽約 事後發現 被拿價高的成交紀錄來比 我就被牽著被指走了 不久後 樓主私下打電話到銀行 詢問股價和貸款的問題 不料被指 買太貴 甚至比銀行預估的價值貴了 約一百萬 銀行更表示即使有裝潢也不用那麼貴 失落的樓主尋求網友意見 鑑價落差有可能超過一百萬嗎 因為如果鑑價沒過市有可能不成的 有壓貸款沒過總價 七成五則解約